大家好,说一下奥运会的相关新闻 奥运会啊,这也是开幕了有一段时间了,最近中国队成绩还可以 虽然前一阵呢,刚开始头两天一度啊,被日本队呢,超过了一些排名 但是最近中国队的金牌数量呢,很明显又追回来了 具体这个数量呢,咱们不谈,因为不是重点 说一下咱们的游泳代表队 7月18号,这是叫鱼良,他叫微博号叫鱼良运动营养 这是他们的营养师,说什么呢,说来法国正好10天 这10天里呢,我们的31名运动员呀,除了训练导师差 还累积,被这个ITA查了近200人士的兴奋剂 ITA是这个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 就专门呢,去查世界各国兴奋剂什么情况的 之前呢,本频道在大概四五年前,那会儿孙杨那个年代呢 其实练着大概有好几期啊,说过这个事情 当时呢,ITA也是突击检查了孙杨 结果孙杨选手呢,用一些不太合适的方法呀 阻拦了ITA的检查 人给他取完样本了,他拿这个锤子啊,还是冒忘了 给那个样本啊,给砸了 然后呢,反过来呢,质疑说你ITA带来的陪检人员 有的人没有资格证书 这ITA解释呢,说我的规定里没有要求 说必须每个人都需要有要检的证书 只要领队就OK了 然后这个事呢,反正在撕逼嘛 然后后来孙杨被禁赛了很多年 前一阵呢,也算是付出了 但是黄金的这个时期啊,应该说过去了 孙杨那个事呢,咱们不再过多评论 孙杨他的成绩很好 但是他也确实呢,有一些个人的这种 怎么说呢,做人方式问题吧 比如说他特别喜欢跟其他的游泳运动员呢 去这个连队连去怼 就不是他赢了,他说哎呦,你输了 Loser,Loser,他属于那么个性格的人 反正不太会团结同志 导致呢,原来有一些国外运动员跟他关键还行 好了,也翻脸了 然后ITA这个组织呢,他本身也有他的问题啊 比如说有点拉偏价,举例来说吧 用一些兴奋剂的这种 比如说兴奋剂吧 可能还有兴奋剂的一些药补、食补等等这种配方 国内国外其实普遍都用 这个不是我的造假,普遍都用 无非就是说呢,哪种兴奋剂他觉得能躲过要件 比如当年马家军,什么中华鳖精等等啊 那躲过去了,对不对,你就合格了 躲不过去,那对不起,你这是被检测出来了 孙杨那个年代呢,他其实也在这样 就是像澳大利亚,他的死对手,对吧 那边也在用同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ITA呢,检查他们可能就倾向于网开一面 因为我印象中呢,ITA好像他 大美银行就在澳大利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总之,实过这么多年 这ITA呢,对咱们中国队又开始突击检查 这是鱼粮运动营养,他曝光的这个事情啊 说呢,10天 31名运动员,接近200次 这个兴奋剂检查 平均每天接近20人次 就是说,他30名运动员 31名运动员,有三分之二 66%人都会被查 这个比例其实算比较高了啊 然后每人呢,平均被查过5到7次 10天里,每个人都平均被查了5到7次 早晨6点啊,还没睡醒就来了 中午呢,午休也来查 没办法,只能在酒店大堂,沙发休息 晚上9点多呢,还来要一直熬到下半夜 叫早中晚,人这个 这个跟熬鹰似的,熬你是吧 你过来查一下是吧 然后呢,不是中午刚查完吗 那不行,晚上也来 你晚上是不是喝酒了 晚上是不是非夜子了 等等 后来,这几天下来呢,我和几个警察官也都混熟了 其中一个跟我说呢 你们查的,就是你们中国队啊 被查的比例呢,确实太多了 不过呢,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是上面跟我们安排的检查计划 我不敢想象啊,中国运动员和你们的工作人员配合度这么好 如果换做其他队伍啊 他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括弧美国队 他们早让让受不了了 然后呢,就到处投诉了 就是老外爷啊 他比较喜欢投诉啊 说啊,不对 你就不公平 他说啊,就开始闹事 中国呢,是一般来说是比较服从的 他为什么比较服从呢 还是咱们的组织也跟着不来 他要查 对吧,你就查 咱们呢,也甭跟那个什么国际澳委会啊 IT投诉了 没卵用 那孙杨那会没投诉过吗 对,也投诉过嘛 对不对 知道投诉也没用 那OK,我们在拟定的规则里边 打败你们就OK了 所以说啊 他们也挺小心眼的啊 我觉得你说这么大组织 挺恶心人的 你看他对比里上嘛 说这个咱们中国队最多的啊 你看,又被查了43次 说相比之下呢 其他的各国的名将 比如说啊 比较知名的 澳大利亚飞鱼 麦克沃伊 次数仅为7次 还有美国的奥运冠军 只被检查了7次 然后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呢 查了10次 你看这有对比的清单嘛 上面是中国队的 赛内检查啊 赛外检查 总共被查了40多次啊 最少到20多次 到了美国啊 澳大利亚那边 你看很明显呢 就这个数量啊 就开始了 就差一个档次嘛 在美国那儿还有零次的啊 说明他的成绩很好 或者说呢 他的这个口碑很好 有可能吧 有人说呢 这是因为啊 游泳一直是美国的强势项目 所以他们呢 为了能够冠军 所以会用一些他们制度里边 或者体制里边 合理的打压方式呢 来排挤他们的一些竞争对手 可能他们眼睁 对吧 咱们跟苏联似的 签了苏联似的 对吧 你看我们都是说英文的 咱说英文的话 我们该团结一致 对吧 像这个胡傻的 现在毛子不行了 中国人 黄皮肤的中国人 他就是我们当时 一个新冷战 这种敌对意识啊 我觉得可能贯彻在很多方面啊 这个有人说呢 规则呀 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 明显对你不公平的时候呢 需要的不是遵守规则 而是斗争 不要用遵守规则啊 来开脱我们某些吃荒粮的部门的 无能与不作为 110个算 其实也正常 为啥呢 中国的官员知道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怕惹事啊 他怕呢 引发一些外交争端啊 假如说啊 你为这些运动员去据理力争啊 到时候呢 一旦啊 国家国家委会啊 什么这个 ITA呀 等等组织 反过来啊 开始质问你的领导 这事呢 你说你要举不了策 你是不是得跟领导请示 对吧 那你你领导怎么想 你的领导就会说 哎呀 你给我惹事了 对不对 那不就配合要件吗 那别人十四 咱四十四 怎么了 现在咱们牛逼啊 咱们是特别讲究一个中庸之道 倾向于去和敌对势力呢 进行妥协 而不是说呢 你死我活 但一般老外不是这 老外真的叫你死我活 就是我 我认为你不公平啊 那我邀请你去 我拉红索去 那中国呢 一般就是 咱们搞我这吧 搞我这吧 对吧 你说也没到这个要死的时候 是不是 何必呢 犯不上 所以官员呢 也倾向于就是霍西尼 因为你真把这事给调起来了 对不对 你可控还好 有好结果可能更好 但是呢 这个 你的领导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哎呀 是个不稳定因素啊 尽管说你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你不稳定啊 你不可控 你会给我带来变数啊 因为确实嘛 你只要配合要紧 人家说不出你啥东西 是不是 但是一旦你说 你把这事上升了啊 有可能成为一个上新闻了啊 成为国际终端了啊 国际争端了 那就出问题了 咱们在这方面是很少去做这种 什么舆论影响啊 舆论干涉呀 因为咱们抢于认为 哎 我就踏实实 啊 拿冠军 拿亚军 对吧 拿这个金牌银牌就OK了 除此之外啊 新闻不要去节外生枝啊 引发社会讨论 这个才是很多官员的一个一贯的作风啊 你还说投诉无用啊 那领说 但是遭到如此明显不公 你们竟然不投诉 对吧 人人不想投诉吗 对吧 人知道第一是投诉 确实没用 第二是 人人不让你投诉 行吧 体育总局在哪里啊 该作为的时候呢 就要作为别人欺负你 你不反击 别人只会病大欺负你 美国对人均哮喘 新当病怎么不说 要不要投诉 抗议和起诉 他说 新当病和这个哮喘 是这样的 很多这个药物啊 能增加你的这个兴奋的作用 让你的体能更好 比如说一些哮喘药和新当病药 就啪一喷那种玩意儿 但是这玩意儿你能随便吃吗 那不行 国际永联是允许这个哮喘呀 新当病的这些患者来参加的 这是他的一个规则漏洞 或者说他曾经放了那个后门 美国人 你要是去西方 你经常发现啊 就是西方世界呢 很多人都有这个什么哮喘呀 什么反正这种呼吸道疾病 或者这个心脏疾病 所以他们经常动不动 一喷 那那个玩意儿 那为是怎么判断 你有没有哮喘病和新当病 那好开啊 对不对 我不是自己门路吗 不得安排一下 我找个医生 然后呢就诊断你说 他就是有哮喘病 他就是有新当病 他就需要吃这个药 对 你给不给他开 你给他开吧 那开完之后是不是 那他批这玩意儿 等于打了一个合法兴奋剂 那他成绩劲比你好嘛 还有人骂体育总局 说体育总局为什么不发声 哎呀 体育总局的 他的绩效 他的KPI是什么 不是为你争口气 不是为你争脸 他们的KPI拿金牌 拿金牌 还有银牌 还有铜牌 各个比赛成绩 我拿第一 这是他的KPI 他没有义务呀 服务于你这些网民 你现在义愤填膺 是因为有这么些文章 把这个事情呢 给揭露出来了 对吧 你很气愤 你希望这时候有个人 能把你这个闷气呀 给他抒发出来 于是你选择骂一个人 骂谁 想半天 体育总局 什么永连 那件事 他不为你服务啊 他跟你是个平行机构 他说你妈就妈呗 对不对 我能拿金牌就OK了 除非说 我的直属领导 给我下命令 说现在舆论有这种发酵了 你们得回应一下 那领导安排任务了 我出了一个新的绩效 我出了一个新的业务指标 我才会这样 巴紧回应这个事情 网民呢 经常会认为 自己这个舆论很有用 当然是有用了 但是得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 全民讨论的一个现象 由此引发了天庭震动 只有天庭震动这个级别 体育总局这种组织 他会领命 哦对吧 天庭震动了 领导发话了 那我得这事 我得正事发警解决一下了 这时候他才可能硬杠 为什么 我有身份保健了 我有这个12道金牌了 我是师储有名的 那没人给我金牌 没人给我身份保健 对吧 我干嘛去斩别人呢 没有必要 到时候有一身事 多恶心 是不是 我的无沙漠没了 还是这种避险思维啊 好 今天期末说了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传言推荐 一件三连 谢谢大家